音樂曲 黃柏和孟胖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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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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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這個美術系所的同學之外 今天其實還有這個 今天還做一些同學是我們美術系的同學 為什麼他們今天要來聽我們專輯演講呢 當然是因為穆今天來為我們進行 藝術家面對面活動的藝術家的盛名所去吸引 我不曉得在座的通識 這個課的同學還記不記得 我們曾經在講台灣當代藝術的時候 我們曾經介紹過一位藝術家 他所用的主要的美材創作的方式是擺畫 然後內容可為新浪 各位還記得嗎 然後其中有一個就是什麼 這個什麼 有一張我這個 因為我剛剛早上到現在 好像還沒停過腦袋的活動 所以剛剛沒有辦法立刻連接到 我非常吸引一張作品 如果看完還有印象的話 有一張是自責地獄嗎 好像是喔 就是對於自己有很大的一個疑問 我一定是覺得這張就是 我自己的這個藍本 每天回家睡覺前方覺得 我今天做一些什麼事情 我真的什麼都不是 其實我真的是什麼都不是 那我覺得這一個系列的這個版話 那我覺得實在對這個何老師是 看起來有一些內斂這樣的一個 這個形態的藝術家 是怎麼樣有這麼豐富的創作動力 那真的是今天很開心 請到這個侯老師 那也希望這個侯老師 能夠在今天為我們帶來 他的這個精采的專題演講 那我們先來歡迎侯老師 侯好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我過去的一些創作 那在進入正式的講題之前呢 我不曉得各位同學 不管是美術系還是非美術系的同學 當你在畫畫或者你去看展覽的時候 在你腦袋裡面有沒有想過一個疑惑 藝術是什麼或者是藝術要可以做什麼 那尤其是在面對當代藝術的時候 我想大部分人可能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提溫 那當然其實藝術的定義很廣 有的藝術它確實是讓人可以看起來心曠生意 或者像我們傳統的那個美術觀 它是可以陶冶性情的 那有些藝術它就是讓你看起來不舒服 那有些藝術它可以帶給你一些反省 有些藝術呢它可以帶給你一些撫慰 那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藝術對我來講它最重要的部分在於 它可以對我自己帶來一些療癒 那這是我自己從過去學生時代到現在 一直在做創作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命題 就是我用藝術來解決我自己所遭遇到的一些生命裡面的難關 那所以首先呢我想請大家看一段十一分鐘的影片 那這十一分鐘的影片裡面其實就是 我在畫一幅曼陀羅的一個很單純的一個過程 那大家先看一下這個影片好了 我是在千禧年的時候開始畫曼陀羅的 那時候是為了陪伴自己過三十七歲的生日 我以閉關的方式來過我的生日 禁足禁禁禁禁禁如樹 整個過程就是完全不與外界聯繫 把自己閉鎖起來 就這樣我開始地圍起一年的曼陀羅揮畫 所謂曼陀羅 它最簡單的定義就是圓 它的字根是從印度繁禁過來的就是一個圓輪 在唐卡裡面在西藏密宗裡面看到很多的這個曼陀羅 在密宗裡面所謂的曼陀羅它指的就是佛祖居住的一個神聖空間 在曼陀羅的修行裡面 僧侶是會透過畫曼陀羅或觀想曼陀羅來做一個自我修煉的 可是到了榮格的時候 榮格把這樣一個圓的這個一個動作呢 把它帶進的心理學裡面來 因為榮格發現在畫圓的時候呢 它有很高的自我整合的一個作用 對我來說那個曼陀羅就像是一個圓形的鏡子 可以在畫這個曼陀羅當中去照見自己 因為像以前我在畫水手畫的時候 它是畫在一個方形的紙上 那個方形的紙它就比較像是一個觀景窗 那個能量是往外丟的 你的視線是往外看的 可是在畫曼陀羅的時候 你是往內看的 看見自己 那因為它是個圓 它對我來說 它也很像是一個蛋 一個種子 我在裡面孕育著未來的可能性 或者我會說它是一個許願池 我把我的願望丟進許願池裡面 或者在有些時候 我會把它當成一個水泥浴漫車 或者那個魂化爐 把不愉快的 比較負面的 像憤怒啦 沮喪啦 悲傷啦 把它丟到這個圓裡面去攪動 去轉化 把詛咒變成一個祝福 像我自己在畫曼陀羅的經驗 我會把它當成是一個暗房經驗 就好像我們在暗房裡面 像是塗上的血影劑之後 去搖動那個藥水 慢慢的慢慢的那個影像就會浮現出來 就好像 那個潛意識的那個意象 浮現在我們的畫紙上來一樣 所以 通常我在畫曼陀羅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預設要畫什麼 甚至大多數時候 是讓那個手 隨意的在紙上移動 好像在角度那個藥水一樣 然後讓那個意象自己浮現出來 畫曼陀羅可以是好玩的 也可以是神聖的 所謂的好玩不是輕率或稀鬧 而是用好奇的心情看看這個過程 呈現出什麼來 但不論以那種心情 專注是絕對必要的 2000年1月9日的筆記 我是這麼寫著的 我像是奉獻生理般的 把剛畫好的曼陀羅乘到中堂 恭敬地擺放在我的遺照前方 雖然在這之前 兩年來 我也都以塗鴉來陪伴自己的孤單 一樣只是用納筆或水彩 但在紙上畫個圓輪 曼陀羅 再開始在這個圓輪內塗鴉 在經驗上就變得非常不一樣 在曼陀羅裡畫畫 感覺到強烈的收射力 跟自己的連結比較清晰 決定以曼陀羅取代瓶子的隨手畫 我希望曼陀羅的繪製 可以持續一整年 每天畫一幅曼陀羅日記 之所以說 繪製 是因為畫曼陀羅 比較像是在為不斷失去的生命 才智受益 是實用性的 而且實際實用的 畫一種比較正向的說法是 曼陀羅的繪製 就好像是在鑄造聖悲 任何恐懼、痛苦、悲傷、沮喪 任何更不忍的邪念、欲望、秘密 都可以丟進聖悲裡被攪動、敌律、沉澱與轉化 可以對著聖悲祈願 讓美夢成真 把詛咒變成祝福 看生命裡缺了什麼 就往聖悲裡求 也可以像是一口 引下聖水般的接受治療 接受聖悲 曼陀羅 浮現的任何事物 他可能只是尋常的圖案 而不是什麼具高度表現性 原創性的創作 但他比隨手畫 更容易避開藝術創作的角落造作 而更貼近樸素、率直的初心 打開自己 其實只是簡單 而無任何表現企圖心的 機械性甜色 都可以變成一種靜心 貧富起座的心 成為一種禱告 我會以既好玩又神聖的狀態 持續畫曼陀羅 日復一日 我每天畫一張曼陀羅 有時是開啟大門 迎接續日的一個成金儀式 有時是結束一天的一個洗燈號 讓自己承諾下來說再見 強制性一天畫一張曼陀羅 就是不能中斷曼陀羅的繪製 即使是一整天和別人瞎掰鬼混 也可以在稍後的曼陀羅繪製中 去無存經 只要每天花一點時間 做創造性的自我修煉 那麼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在生命的沃土裡長成一片果園 我告訴自己 不要倒頭就睡 不要鬆手 不要讓一天輕易的就過去了 就這樣 我透過每日畫曼陀羅來整合自己 從2000年的1月1日到2001年1月10日 我的38歲生日 整整一年又十天 我畫了402幅曼陀羅 畫寫曼陀羅幫助我走出了生命的第一潮旗 使我更想把這個方法分享出去 2007年我開始透過曼陀羅的繪畫 與書寫工作坊 連結更多的夥伴 在園裡相逢與相互守護 最大多數的我們 都需要透過團體的動力與支持 來讓自己有足夠的勇氣 來穿越恐懼、悲傷、甚至憤怒 工作坊 以身體能量的啟動 激發著每個人自我探索的勇氣 向潛入生命的深海、攫取礦石 透過持續的畫、寫、曼陀羅 以及團體中的分享與支持 我們得以走入更深的靈性探索 幫助自己更專注地去思考 那些無法言說的困難 開啟新的視野 面對困境 迎向希望 約曼陀羅持續轉動著 圓滿我們的人生 也圓滿一切 來自我 來自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晓得大家在刚刚这影片里面看到了什么 至少大家看到了一个圆 那我在这个圆里面来画画 然后呢 当然这个画画它只是一个很随性的极性的涂鸦 然后呢 我在涂鸦之后呢 开始书写 那不晓得会不会有一个疑问是 就是作为一个创作 一个创作者或我们一般的创作 这样的涂鸦跟一般的创作它有什么差别 尤其是像我就是受学院训练 然后学校毕业之后就一直是在做创作 所以其实我的日常生活就充满了绘画这件事情 可是作为创作跟作为一个疗愈性的涂鸦 它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这差别在于对象不同 当我们在做一个创作的时候 它比较像是我现在站在这边 我必须设定我的主题 必须很有条理的 不想表达的 说清楚 让对方去感受到 甚至被感动 所以它是在创作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外在的对象 要去表达 要去沟通 那可是在这样一个疗愈性的绘画里面 那个对象是自己 是自己在跟自己讲话 所以它有很大的一个对象上的差别 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 在创作或这个涂鸦绘画的过程 跟目的有很大的不同 就我们在创作上 我们可以使用各种手段 然后就是要去达到一个最终的 完成作品的这个目的 它有一个很强烈的目的性 要去完成作品 它以最终的作品成败 来做一个目标 可是在这样一个疗愈性的涂鸦里面 它比较重要的是那个过程 就是在这样一个涂鸦过程里面 你跟你自己的这个对话当中 你体验到什么 感受到什么 发现到了什么 所以它的过程 其实比结果还更重要 所以这样一个疗愈性的涂鸦 它的结果可能 它画出来的画可能 一点都不吸引人 甚至我们会 一般外面的人可能会觉得 这到底在干嘛 很无聊 可是对当事人来讲 可能一个很简单的线条 一个很简单的图像 就已经对它来讲 就是一个 你心里面已经有千套骇浪 在发生 这样的事情在发生了 所以它那个意义 建立在它自己 这样一个内在的历程 所以它的结果 可能是一张很不欺验 很不吸引人的作品 可是那不重要 对一个想要做自我探索 想要自我疗愈的人来讲 那样的结果是不重要的 可是我们话说回来 其实所有的创作 都可以是疗愈的 当我们拿起笔 或者当我们拿起一块陶土 当我们把 透过我们的双手 去把一块那泥巴 经过我们的双手 去捏它 去缩它 然后它最后变成一个 可能是一个杯子 或者任何一个造型 因为透过我们 所以它变成了另外一个 可以被辨识的 甚至可以被使用的一个东西 那在这样一个 一个创作的过程里面 有两件事情发生 一个是 当你在跟这些材料接触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你 从你那个很混乱的思绪里面 回到你的现实里面 回到这个现实的世界 就是你所接触的这些材料 这个泥土 或者是你所面对的画质 它可以让你 从混乱的思绪里面 回到此时此刻 就是修行人很喜欢讲的 就是活在当下 创作可以帮助你活在此时此刻 第二个呢 就是刚刚讲过的 就是一个大泥巴 它透过你的手 变成一个成型的东西 那在这样一个成型的过程里面 它可以带给你成就感 那我想这样一个成就感 一个自我的肯定 对自我疗愈来讲 它是会起很大的作用的 所以广义来说 任何的创作 它都具有疗愈性 包括写作 或者是我们看很多电影的导演 其他很多的电影的作品 其实都是在回溯自己的 早年生命经验 从这样一个电影的拍摄里面 从这个重新的叙述里面 去疗愈他们自己 所以广义来说 所有的创作 它其实都有疗愈作用的 好 那 刚刚大家在这个曼陀罗里面的影片里面 有看到 刚刚讲的三个元素 一个就是那个圆 那 为什么要在圆里面画画呢 因为 我会 通常我会 用那个洗衣机 洗衣草 来比喻这个圆圈圈 就是 你把当衣服丢到这个洗衣草里面 它经过那个旋转 这样东西就被离析掉了 那 可是 你想想看 那个台风 它也同样是在旋转 可是台风的旋转 它会带来很大的破坏力 可是当这个 这个很破坏性的旋转 它被圈在这个圆圈里面的时候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一个对自我 有疗愈作用的一个 沉淀 或者是那个脏东西 把它离析掉 就把它转掉了 所以我说它会像是 那个洗衣草 那个圆圆的规范 是有这样的意义的 有这样的作用的 还有 就是刚刚我讲的涂鸦 第三个就是我在我的作品里面 大量的使用文字 那这个东西 它也形成我自己一个 在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一种 一种书写工具 所以我想我接下来 要跟大家讲 我如何在我的作品里面 来使用文字 那我不想要大家去 像去美术馆啦 去看一些展览 不想要大家 会怎么看待那些作品 如果大家面对作品 有很多的疑惑的时候 我建议你可以从上方面 来看这个艺术家的作品 就是它的内在是什么 它的外在环境是什么 以及它受的教育是什么 那比如说对我来讲 我受的教育是刚好是一个 所谓的现代 跟后现代的这样一个 转折的时间点 那是我所受的教育 那现代跟后现代的很大的差别 也在于现代主义呢 它是 就我的认知来讲 它是一个形式主义 它有一种美学上的傲慢 因为它好不容易 从过去的那些 艺术所附属于的政治 中文家文化这些东西 独立出来 变成所谓的艺术为艺术 这样一个很崇高的 一个自我存在的价值 所以在我早年 在学校受教育的时候 我的老师们 其实都是受现代主义训练的 所以他们对于 对于那个绘画里面 那些视觉元素的要求 其实还蛮高的 然后 比如说 假设我想在我画画里面 有一些 比如说 叙述性的东西 其实就会被老师笑说 你是在画插图吗 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 有所谓的纯艺术 应用艺术 精致的 高的文化 跟底下的 熟名的 出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低的文化 他在这边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 二分法 那 可是到了后现代的时候 所谓的这些 以前不可以 没办法放到 绘画元素里面 这些历史 神话 社会议题 都可以被放进来了 它变成一个比较多元的 丰富的 表达形式 好 然后 就我所身处的 那个 社会环境来说 那时候刚好是 台湾政治 要戒严了 我处在一个 戒严跟解严中间的 这个 这个时代里面 好 那 这样一个 一个 威权的 政治统治 在瓦解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生命力 要被释放出来 那其中一个影响 比较 关键的就是 暴禁 党禁的解除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 以前不敢表达的意见 就可以 开始自由表达 好 第二个就是 过去被压抑的一些 民间的 宗教 民俗的活动呢 也在这个时候 开始被重视 被肯定 因为以前这些东西 它就是被贬义 说是迷信 低俗 可是 在解研之后 这些东西 它重新被肯定 被看见 被挖掘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也去看到 很大量的这些 宗教民俗的活动 第三个 我通常会这样子讲 我这些 离境叛道的作品 是因为 我在大学的时候 也经历了一个很 严重的胃出血 一个急性的胃出血 那 在这样进出医院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 我的胃出血 是因为我活得太焦虑 太紧张 所以我在想说 我怎么去 去帮助我自己 不要这么紧张 这么焦虑呢 所以我那时候 我意识到是 在那个年纪 我觉得我可能 有很多很多的 性的冲动 性的渴望 那这些东西 都被我遮掩住了 那我在想 我如果可以 比较诚实的 去做这方面的表达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 比较放轻松 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 开始做情欲的 这样一个探讨跟表达